炎炎夏日为了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冰品卫生安全 台东县卫生局执行的现场调制饮品 还有冰品稽查专案抽验 针对了手摇饮料店 连锁饮料便利商店 还有现场调制清草茶店等商家 有查核了18家 检验结果呢有15家合格 有3家不合格 炎炎夏日就是要来一杯清凉捷克的饮料才过瘾 但近年来食安医师抬头 民众对于环境卫生 原料原产地 饮料的咖啡因、糖量、热量等标示更为重视 为了强化现场调制饮品及冰品业者 落实环境卫生管理 把关贩售产品的卫生安全 台东县卫生局从4月起进行现场调制饮品 及冰品稽查专案抽验 针对手摇饮料店 连锁饮料便利商店及现场调制清草茶店等 共济茶盒18家 检验结果15家合格 3家辅导改善 为了确保民众饮用冰品卫生安全 卫生局提醒民众 下日为病菌滋生季节 无比多洗手 注意饮食卫生 购买包装冰品时 应该注意是否完整包装及清楚标示品名 内容物名称、重量、食品添加物名称 有效日期、厂商名称、地址电话及营养标示等 这样才能小鼠又安心 记者有杨子生 综合报道